大年初一,复理箱的益生宫在清晨6点就举行了开庙门的仪点 现场涌进上千民众共襄盛举 而庙方的管理委员会的干部也向民众来进行新春团伴 还有举行开箱仪式,并且发放了开运金 庙方主委吴佩玲表示说 益生宫每年在开春的大年初一举行开庙门仪点重不间断 要把这个传统文化新或相传 天海梅亮复理的益生宫前大排成龙 这是益生宫每年都会办理的开庙门仪点 大年初一清晨6点钟准时开始 主委、荣誉主委、各监事以及委员等人跟民众进行新春团伴 开祥仪式随后发放开运金 是我们最近几年才有的 是 我们为了庙物能更新生气大家来 我们就是办了这个活动 每年都蛮多人的 很踊跃啦 我们等下晚一点会有很多表演 我是希望说来现场的红包领的不要手 还有很多表演好看 也有民众每一年都会来参加 大年初一跟着家人来领开运金 象征玉兔银春 好运挡不住 兔年裁员滚滚来 我的阿婆是她这里的义工 然后我们每天都会来 已经来好几年了 给新年比较早起来 个礼拜 个拜 主委表示 她介任主委一职之后 对于义圣工的习俗 期许新的气象而进行创新改革 希望与时俱进 透过开庙门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